我们了解一个人可以从各个角度 比如从他的三观 听其言 观其行 查其所安 比如我们讲这个四中八字命理 那么从他的出生时间 你也可以直看他的心性 容易怎么样 大概率不过如此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女性 才是一个妄夫义姿呢 我们都讲这个 前面提到了 女人奉献自我 成全别人 那么被成全的人 只要是一个好人 你眼光没有错 一定就反过来照顾你 撑起这个家 做更多的事 我也乐得自在 那么女性在八字里面 首先这个夫心跟子心就要旺 而且不能相克 你会发现 这个夫心为观 子心为时商 它就是一个相克的关系 其实很多其他的情也是如此 你像财跟印 那一个妇一个母 它也是相克 你如果把这些关系都处理得好 顺当 和谐 平满 那么 就是一个星光的家 再加如此 这个局到外面 也是同样 你就会运化这口气了 运气就来了 那么观心旺 子心旺 自己呢 又不能太弱 我们强调弱 但是你太弱 没有主见 那甚至 就是一个轻薄的命 那凡事 都做了别人的假意 甚至讲难听的 你要做小的 做妾等等 甚至更惨 那么还有呢 就是桃花 不要很忘 这个桃花在自古 不是一个好事情 现代人老是拿这个来开玩笑 实际上 都是烂桃花 都是 真正的好的 坐在夫妻宫的 那太少 比如说 跟武一柱 那就自作 正观桃花 那是家里的 那很 和美 那很浪漫 然后呢 观 跟煞 不要混杂 只要一混杂 就不好 其实男的也如此 正财偏财 要么你有正财 没偏财 要么你都是偏财 没正财 其实这种人 往往他的心性也是很 这个气很纯正的 不然就三七四七 当然男人好像 感觉还宽泛一点 那女人就受不了 那你的媳妇 这样 是吧 还受得了 除非你没骨气 你是个低头汉 除此之外呢 这个 女人是阴的 主静的 比如说地质多一些土 甚至本命都是土 那就好一点 不要太行冲可 那就动乱 什么自作一马 这个 贵人作一马 乐乐风筝到处跑 是吧 就容易有这个像 当然不一定是事实 但是总是容易被反悟 尤其贵人太多 不好 和 看似是好 和的多了一定不好 凡事多都不好 你如果和的 刚好是正观一注 那气 清纯 那绝对是好 那君臣 之和 夫妻 之配 那是绝好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小技巧 三观 不要 早早就透出来 那后面 可能说妄子 为了怎么样 那还好 总之有情 他刻 也要有情之刻 那要不然相战 那就不好 不管这个行冲可害 在地支 或者在天干 很多的 就扯来扯去 搞不清楚 那就很麻烦 你真的要好好想想办法了 我 不是 不是